吃不完的鹽水盒 用港式乳水加持一下 就變成好吃的港式乳盒囉 那我們來看材料 有老乳水 鹽水盒才是老買回來的 熟的 然後老薑片 另外糖跟味精水洗 先將所有材料都丟進鍋中備用 基本上如果想要鵝肉好開點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多的鵝肉下去煮會比較外型的完整 接下來倒入乳水 然後這個是濃縮過的乳水 然後我的比例是一碗乳水兌大概兩碗飯的水 然後如果覺得味道可以稍微微調 用糖跟味精醬油可以稍微的做微調 那基本上這一道料理就是 主要的香味是來自老醬跟醬油 將準備好的材料放到爐子上面 融到火將水燒開 接著大概乳約10分鐘左右即可關火蓋散蓋子 再蓄悶20分鐘 好吃的港式爐水盒就完成喔 不管是直接吃還是配飯都相當適合 再次回到水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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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